北京时间12月2日晚 JCK决城之夜N75乾隆在渊即将震撼开战 当晚共有8场比赛 14位选手参战 捉对厮杀决出最后的胜利者 届时格斗迷也将在多平台同步直播 亚太第一粉丝摩托党比涛哥将作为解说评论比赛 他将带大家从不一样的角度欣赏比赛 绝对不容错过 头条主赛是两位格斗老炮的较量 33岁的边野将对决34岁的救赎者郑晓亮 联合主赛中两位年轻的新星一较高下 特丹让额挑战排名级别第10的斯伊木克 边野今年33岁是一位散打出身的战力高手 目前在JCK战绝城营亮级官方排名第8 他全腿技术出色且打击频率高 因为过去的军旅生涯 他的身体素质强悍且拥有强大的抑制品质 在此前的比赛中他曾最快29秒终结对手 并战胜过刘连杰和梁辉等国内名将 不过在上一场比赛中边野遭遇郑伯切降服 他也急需一场胜利来重回胜利轨道 救赎者郑晓亮今年34岁 他在国内格斗赛场上已经奋战多年 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老炮级选手 摔跤手出身的他 目前有着25胜12负识降服4KO的职业战绩 两次战胜多利乐苗立涛 赢过不活有虾 郑伯切和胡依西拜等国内一流高手 并且曾和长期霸占国内除量级第一的王者上制法 有过两番大战 加入战绝城后 郑晓亮已经六战三胜 本场比赛是他首次降重来到营量级征战 那么他又能否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表现呢 让我们比赛中见分晓 联合主赛的两位年轻选手 在赛前便吸引了不少全迷的关注 起初他们是通过社交媒体喊话 随后又在称重仪式上对喷 险些大打出手 特担让俄向对手放话 尽管吃好喝好 明天进了笼子 我给你打出来 帮你消化消化 不用谢我 斯伊木克回击 听好了 你走不出这个八角龙 知道了吗 我会把这个一项给你准备好 随着一系列冲突和争吵 两人之间的火药味早已经十分浓郁 大战一触即发 这必将是一场火星撞地球般炸裂的比赛 特担让俄上一场比赛输给了刘笑语 不过他出色的表现 也给全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斯伊木克目前已经在JCK战绝城 四战全胜 此战他将冲击五连胜 那么这场大战究竟鹿死谁手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